海底出现会游泳的箭子 这不是科幻片 它们已经诞生两一年了 生命可能是地球上最神奇的事物 为了适应环境 生物们进化出了形形色色的外表 EVNOTOS团队前段时间 对太平洋深处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探索 它们发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生物 眼前我们看到的生物外表 酷似一个紫色箭子 此时此刻 它正在水下随波逐流 这并非科幻电影中的画面 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海洋生物 它的名字叫做海雨星 属于大名鼎鼎的疾皮动物们 疾皮动物们向来以生产奇形怪状的生物文明 比较常见的个体 有海星 海胆等等 不常见的个体 有海蛇尾 海百合等等 而眼前我们所看到的海雨星 就是一种会游泳的海百合 海雨星堪称海洋中舞动的精灵 它们翩翩起舞的姿态 摇曳多姿 看起来很像一个舞动的剑子 从演化顺序来看 海雨星堪称海星的祖先 海百合家族 在距今4.8亿年前的奥陶记就出现了 起初 海百合家族都是通过一根筋固定在海底 伸出万族来律使一些微生物 到了两亿年前 一些海百合不敢屈尊于一个地方 于是它们渐渐摆脱了长柄 开始了漂浮之旅 慢慢地变成了会游泳的海雨星 海雨星的触手不仅柔软 而且十分有力量 它们可以灵活在6个方向上面摆动 然后依靠这一股摆动力量来游泳 有时候游泳游泪了 海雨星也会找快合适的地方暂时定居 全世界总共分布着600多种海雨星 它们已经繁衍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家族 那么问题来了 海雨星看起来十分柔弱 又没有有效自保手段 但是它们却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两亿年 它们是依靠什么生存到现在的呢 答案就是强大的再生能力 事实上 海雨星经常遭受到一些鱼类的欺凌 通过研究一些海雨星化石 科学家发现 海雨星的身体经常被鱼类撕咬的伤痕累累 因为拥有再生能力 海雨星即便失去大部分触手 甚至是失去一些内脏和器官 海雨星依然可以生存下去 几个星期以后 海雨星就会满血复活 这就是海雨星的进化之路 所做的一切 只为了能够生存下去